大家都说狗狗很通人性 但其实猫也有人性 《战神奇乐009》有这么一部动画 男主得对猫神仙而受到诅咒 必须帮助100只猫才能解除诅咒 不然自己就会变成一只猫 一天放学路上 高中升高版论评提空罐子 不小心把猫地藏里猫雕像的头给提掉了 因此他受到了猫的诅咒 开始能够听见猫的语言 这张论评很是害怕 他对猫过敏 但是家里人很喜欢猫 还养了一只猫叫喵莫萨斯 供奉猫地藏森林说 这位猫地藏曾经救过人类 且正义感十足 如果做了坏事就会被其诅咒 这位森林的猫小玉告诉论评 能够听懂猫的语言是诅咒的第一阶段 如果不赎罪的话最后就会变成猫 如果论评变成猫就会因为过敏而死 一想到这么恐怖的事情 他就时好开始要实现猫的100个请求的日子 依次来赎罪 第二天喵莫萨斯就和小玉带了两只小猫咪来向论评求助 他们说近日来有人一直在欺负野猫 论评并没有立马去做 而是先去超市买了东西 在超市偶遇暗念对象水野风 论评很开心可以这样近距离地接触水野风 因为水野风喜欢有男子乞丐的异性 所以在水野风不小心弄脏了一个凶巴巴的大叔衣服 而不责怪 论评并过着镇定了让大叔适可而至 论评以为自己死定了 让大叔竟然害怕地跑掉了 其实这位大叔正是小玉的主人 那个森林的伪装 论评因此在水野风这儿有了极好的印象 所以论评和水野风去了公园 在那论评才知道这附近欺负野猫的人 就是水野风 水野风家里没法养猫 于是爱猫的他 就想来这里掳野猫 但是在野猫看来这简直就是被虐待 在缅瓦萨斯他们的压力下 论评成功让水野风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缅瓦萨斯告诉论评 如果他受诅咒的事情 被他人知晓或者察觉 就会给这人带来厄运 诅咒也会加深 评论姜奈斯是论评的青梅竹马 两人又是同班 但是恶人尽量吵架成为半级常态 因为小学的时候 姜奈斯曾经做了只小猫布狗给论评 作为友情的象征 难啊 姜奈斯在第二天就看见论评把布狗 被了水野风 于是 从此姜奈斯便不再给他好脸色 论评也是一头无水 很快学校里有只叫熊猫的小猫咪向论评求助 熊猫是居住在学校的猫 因为被老师发现后不得不离开学校了 在此之前 温柔且香气满满的人 论评以为是个美女 然后最后发现 这个女生就是她总是画着野人妆容的发小 贾乃子 男和贾乃子 却发现了论评和猫说话的异常现象 为了门幻过关 论评自愿成为贾乃子的一天仆人 两人不小心被水泼到了 贾乃子的妆容花掉后 露出了只能让同学们惊讶不已 第一次看见了她的美貌 傍晚 论评成功跟贾乃子说出了熊猫的感谢 也跟她解释了 当初并没有把布偶送给水野风 只是给她看看 误会彻底解除了 贾乃子也认量了她 而熊猫竟然住进了论评的家中 后来大学生望月千赫在做邮递员 千赫迷路了 向论评求助 论评不情不愿地陪她去送邮件 一路上论评都要等待千赫时 帮助小猫 一路去凶狗公的拿回了项圈 给游浪猫食物 带小猫回家 帮小猫写生日赫卡送给她的小主人 虽然赫卡丑得一辟 询问后才知道 千赫刚开始是因为自己喜欢的人 也在做这个工作才开始做的 后来紧紧地喜欢上了这份 能给别人带去快乐的工作 反而不在乎自己喜欢的人了 在街上 论评和千赫在一起的画面 被贾累子看见了 贾累子十分生气 于是论评在千赫逃到了超市 又在超市碰见了妹妹 于是又慌忙地逃走 等彻底送为邮件后 千赫很高兴地把论评 抱在自己的胸口 当时一幕又被水野风看见了 这下真的是误会大了 千赫看出来论评喜欢水野风 于是就鼓励他告牌 其实和水野风的第一次见面 是在高一的开学日 论评看见了在树上 想救小猫的水野风 不幸的他却掉了下来 论评着急地想要接住他 但却被他踩了两脚 为了叫醒换过去的论评 水野风还给了他两大巴掌 虽然是一场乌龙 但是水野风的甜美可爱的论评 已见清新了 为了不让心中女神误会 第二天论评就像水野风 解释了那个快递人的事 水野风表现得一点都不在乎 并论为论评和小奈子才是一对 这时 加奈子疯疯疯疯的把论评给带走了 身后的水野风 眼里有论评一丝的伤心 水野风的难过 被他参加田径部的部长 一只带给看见了 这场很喜欢水野风的一只带 和直升级 于是一只带 写信向论评罚出的挑战 男儿论评连续三天都没有去赴约 升级的一只带找到了教室去 男儿因为论评并不明白 挑战输的用意 而把一只带给骑运了 水野风 论评评加奈子三男 把他送回家后 才发现他家是混黑道的大佬 于是三男被黑道老爷子 乐情招待了 其老爷子对那个不赴约的混蛋 很是生气 这让一旁的论评不敢出声 一只带家的猫 乔色飞奴 向论评提出了帮助 一只带恋爱的请求 之前一只带被初恋拒绝表白之后 就开始朝假小子改变 乔色飞奴想让一只带 变回可爱女孩 他一决高下 然后这时打雷了 怕打雷的一只带 瞬间不尽了论评怀里 这时论评他相信 他真的是个女的 一只带怕打雷的喽啰一面 被论评看见了 但是论评并没有取笑他 反而是安慰他 可以正视自己的喽啰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这么一两件 是自己不擅长的事情 并且他现在愿意陪他 直到打雷结束为止 论评的问候 让一只带瞬间就清新了 同时有了种恋爱的感觉 一只带明白 自己和水野风一样都喜欢上了论评 于是想去公平的他 邀请了论评和水野风 一起去游乐园玩 利用这一天时间 让论评选择和谁交往 但是游乐园的票 给加莱子看见了 于是就变成了四个人一起去 论评的选择 似乎也多了一个 论评跟一只带说 自己喜欢水野风 于是一只带就大意领难的 要措握他的样 措握不成的话 论评就给他一只带的了 自下 一只带对水野风说了论评的事 他说论评把水野风看得比同学更重 这句话呢 水野风开始注意起了论评 期间 一直在十分努力地 把从中作梗的加莱子给拉走了 这才给论评和水野风 创造了了世界的机会 在鬼屋里 大家和水野风 露出了十分可爱的一面 让论评看的心 都花了 甚至 被家外的水野风 一头栽进了论评的怀里 两人努愿地 抱在了一起 男儿好景不长 听到声音的加莱子 疯疯活活地赶来拆散的 恶人 还骂了论评变态 所有他们去坐摩天轮 在摩天轮上 论评摔倒的时候 差点倾倒了水野风 水野风开始不自觉地 更加在意论评了 得知她的加莱子 没有在交往后 也是很开心 但是还有个让她疑惑的问题 就是上次论评和千鹤 抱在一起的事 后来 水野风带了给狗狗 吃了饼干去学校 结果 加莱子偷偷拿给了论评 在放学路上 论评就吃了这个饼干 而水野风一直在后面追论评 想让她别吃 通道朱莉因为灵感比较强 所以一眼就看出论评 被猫地藏诅咒的事情 论评以为这个事情暴露了 就赶紧逃 但是 想到如果朱莉知道诅咒的话 会有厄运 于是 第二天论评担心了又去找她 结果却收到通道琴音的情书 琴音与朱莉是双胞胎 朱莉总存在背后 赶走所有琴音 所喜欢的男生 这次她也是一诅咒 唯有想要逼走论评 如果她讲出去 那么论评以为遭诅咒报应 不过最后 还是被琴音当场发现 双胞胎有父母李懿 朱莉这么做 是不想失去琴音 朱莉一伤心地跑掉 拽下了楼梯 向后论评用身体 接住了她 从此 朱莉也不再找她麻烦了 第二天 双胞胎带着小玉和暗夜 两只猫来找论评 这两双胞胎 就是那个森林的女儿 小玉是森林养的 暗夜是双胞胎养的 这样只猫总是吵架 所以 请求论评调解一下 经过了解 原来是后面来这个家的小玉 备受森林的喜爱 让暗夜有些嫉妒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 小玉竟然听见 跟老母猫 喵姆萨斯 腻歪在一起 这让很喜欢小玉的母猫 暗夜 很是生计 这才导致着吵架 于是 论评带着两猫去散步 碰见遛狗的水夜风 因为狗狗 而回想保护了两猫 和好了一伙 但是提到喵姆萨斯后 两猫又吵了起来 常论论评没办法 好好跟水夜风说话 于是 他大喊 给爷闭嘴 结果 把水夜风给吓跑了 水夜风因此在街上 眼泛的那一光 被一致来看见了 组织找论评 把他打了一顿 打完后 论评才跟水夜风 解释了一下 片名 猫月 三角链 之后的故事 会充满更多的无厘头 前半段的剧情 算是假柱拦出的 后宫出场 你有没有想过身边的某一只猫 可能就是人变的 这部作品被观众争论挺久的 当时在开播的时候 第一集可谓是 直接封神 爱猫人士 加上这神奇设定 着实 吸引了不少人的研究 但是 随着剧情发展 相信名言人也能够看出 已经有了后宫老味了 而因为借用猫围血同 吸引来的爱猫人士 就让他们非常气愤 于是这部作品就成了两极分化 有人觉得很萌很有趣 有人则讨厌挖羊头 卖狗肉 如果你拿到2020年来做对比 那肯定就是一部 不算特别优秀的作品 但是这部老番 还是能带来不少快乐 也就是很多人的路宅座 等了11年了 第二集也没有任何消息 坐实可惜 我是少年 一位明天又可爱的 九星年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能不能对我视频点赞 评论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